好的,欢迎回到guess的看一期少一些玩具评测视频 那么今天我们来介绍的内容是 这个 Laito Kimi Toreka EX第二弹 不吃意外的话 这个应该是哥查德完结之前的最后一弹卡了 那作为卖点呢 里面的卡片也全部都是闪卡 一盒里面十包 每包是三张 一盒就是三十张 还是让外力 我们先来快速开销户装 正面左边右边下面下面背面 好,那么外包装介绍到这里 我们直接来先开一盒 看一下能够开出些什么东西 打开之后 正面反面 长这个样子 因为一包里面只有三张 所以非常的薄 因为卡片非常少 我们就十包一起全开了 可以看到这个卡背也是花花绿绿的 好,直接来 第一张 马上要播出的新假面提示 Gabu 然后喊度这边应该写的是GV 可能是Gabu的这个简称 Kimi突然这边直接放了Gabu的变身道具 这个宝藏 不知道大家对Gabu的这个造型有个什么看法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个装甲的果冻质感的 希望它证据能够给一点惊喜出来 背面 直接是Gabu的脸 下一张 LP的 假面骑士疾呼 ONE NACE 这个是剧场版形态 金色的地方全部都是烫金 摸上去是有手感的 再来 这个应该是夏季剧场版里的一个新卡 Shining Steamliner 穿到背后来 可以发现这个是黎明哥查德的一个卡背 而且眼镜也是换成了这种很长的墨镜 应该也是一个剧场版的新形态 等一下我们放在腰带里面 看一下有没有新音效 继续 这个也是Gabu的卡片 假面骑士空落的传奇卡 只不过右边KEMI是换成了空落的宝藏 整个布局也是跟正常的传说骑士卡是一样的 脸是换成了Gabu的脸 两张拼起来 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感觉 下一个 UZ Tajador Combo 这个应该也是在之前人气投票里面有排名的 再来 巨型列车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有用彩虹龙 试出来的这么样一个隐藏音效的卡片 非常的闪 又闪又踩的这个背后 下一个 又是一张Gabu的卡片 这个是跟Gachado站在一起的卡 两张Gabu的这个识别码都是一样的 音效也都是一样的 背后也都没有区别 下一张 卡片来到Kiva 喊度是M2 整个卡片是做成了Decado的Kiva的感觉 整个图片应该用的都是同一张 只不过背后是换成了金色 多了KEMI卡的一些信息 然后右下角也是多了一个KEMI的细节 而且这张卡背后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设计也是模仿的Decado卡片 只不过这个方向是反着的 所以如果要跟Decado腰带进行联动的话 你这样子插进去 图案是反着的 而且如果插到底的话 这个图案也是对不太齐的 当然识别也是别想了 识别不到的 目前是不太清楚 这个喊度的卡片会不会在剧中出现 可能会在下期剧场版里面 让金奈哥致敬一下Decado把卡片变成这种造型的 下一个 复制的实际卡片 X-Wizard Oz的Tajador Combo Eternity 这个是剧场版Uncle变的形态 跟正常的Tajador放在一起的话 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感觉 识别码都是一样的 就是上面的KEMI的造型是不太一样的 下一张 GR喊度的卡片 这Gachado这么样一个合照 火怕1在这边是一个烫金造型 这个应该是画的Gachado胸口的炉子在燃烧的一个图片 识别码应该是后怕1 所以左上角写的也是1号 假面骑士Wizard 跟Decado卡片对比一下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背后 长这个样子 这个是在剧情里面出现过的 零级的 这个新造出来的一只KEMI KAMEGON 喊度是SR 没有图案的彩虹卡片的感觉 然后 假面骑士Buffer在这个V片外传里的一个最终形态 可以看到这个皮套和牛 我已经穿上了不一样的盔甲 背后 正常的卡背 再来 复制卡的10级Gachado 背后 正常的10级卡 再继续 同样假面骑士Gabu 这次Gabu是换上了他这个摩托车的武器 摩托车剑 当然识别条码也是没有任何变化 背后 同样是Gabu的脸 倒是不用在这一旦给这么多Gabu的 再来 金虎 Dooms Gits 识别条码 就是正常Gits的识别条码 背后也是一个正常的卡背 再来 这个也是剧场版特殊形态的变身卡 跟刚才开到的Gigantleiner是一对 同样也是烫金加彩虹背景 这两张就可以这样子拼在一起 然后 同样也是Gabu的一个全身卡片 不过这张卡 我个人是觉得比较适合出烫金的 他这边完全没有给烫金 也是有点怪怪的 再来 假面骑士电王 来对比一下 Kinica这边的图案看起来都会小一点 也是这个图案是反着来的 再来 又一张Gigantleiner 只不过这张卡片的罕度是SR 刚才开出来是EX 就是卡面上面少了一些烫金图案 不过整体还是很闪就是了 假面骑士XZ 对比一下 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 右下角还有一个小Mighty 标志是反着的 Shining Hopper 1 这张应该是跟Shining Simliner是放在一起的 黎明哥查德的一个强化道具 两个拼起来就是这么样一个感觉 再来 Gabu的一张新卡 只有宝藏的卡片 同样也是没有给到任何烫金 一盒开下来的话 重复卡的暴率并没有很高 只不过这次Gabu的卡片确实是给的有点太多了 给的Gabu的卡面虽然不一样 但是这个十边码都是一样的 就感觉有一种明明没有重复 但是还是重复到了的感觉 好 再来开下一盒 十包一起开 如果有重复的我们就直接跳跳 第一张 就是一个长得不一样的Gabu的宝藏 刚才也没有开出来过 甲面骑士Punk Jack的一个怪兽形态 当然这个十边码不用说 肯定是GIS的十边码 背后正常的卡背 甲面骑士Legend金蛋哥的GR喊度卡片 跟刚才的Gachado应该是一个系列的 长的是差不多的 是金蛋哥的正常的卡背 再来 又是一张Gabu的卡片 但是上面是换成了Gachado的宝藏 当然背后卡背依然还是Gabu的卡背 再来 甲面骑士Double 来对比一下 也是在品红腰带里面有见过的卡图 背后依然是反转的 又是一张复制的十几卡 背后 正常的复制卡背 甲面骑士Gachado的传奇卡片 这个的话 Decado就没有出过了 完全是一张新规卡 右下角直接标的是Hoppa 1 烫金加彩虹镀膜 非常闪 背后 长这个样子 Gachado的卡背 再来 甲面骑士Legend金蛋哥 这张卡应该也是Decado系列 没有出过的卡片 背后 长这个样子 十级堡垒的复制卡 甲面骑士Zenie 善意居然也是有出卡片的 可以看到上面正在碎Zero 1的卡 因为在碎Zero 1的卡片 所以条码是Zero 1的 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等下也来读一下 背后长这个样子 EX寒度的Shining Steamliner 跟刚才的SR比一下 也是多了一个烫金 个人其实是比较推荐 拿这个SR卡去玩的 比较滑一点 拆在驱动器里面 对卡面的损伤 是没有那么大的 EX这种有烫金的卡片 我们就拿来收藏就好了 又是一张不同卡图的Gabu Hoppa 1和宝藏 再来 甲面骑士BICE 可以跟Legend金蛋哥放在一起 就是这么样一个感觉 Levice 他们两个右下角的 这个Kenny是不一样的 一个恐龙 一个恶魔 我之前一直以为 Levice和Vice的图案 它是一个反色 这次看起来是没有反色的样子 实际的复制卡 世界术 然后一张正常的Gits1ness 跟刚才的异化卡 摆在一起 是这么样一个感觉 当然卡背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EX的Shining for Pa1 同样也是 多增加了一些烫金细节而已 其他就是没有什么区别了 Buffer的Projan Ledge的异化卡片 可以摆在一起看一下 这个也是新加了烫金 然后右下角一个Buffer的浮雕 然后最后一张不一样的 假面骑士Kabuto的传说骑士卡片 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感觉 背后标志依然是反的 好 那么以上的两盒 我们就已经全部开完了 那么接下来来听一下 这些卡片的音效 先来试一下Gachia斗仔 剧场版的特殊形态 我们下来听一下 Gachia斗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把彩虹龙拔掉 听一下正常盖下斗的音效 是个通用音效 然后巨型列车跟Legend也是有一个联组的 也是玩一个谐音梗 Legendolider变成了Legendolider 然后来看到黎明哥查德的一个新形态 读出来直接是special 跟彩虹龙变身的这两张卡的十远码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有头有脸的剧场版新形态 不应该只用这种通用音效 所以我个人感觉万代应该还是会出一个黎明哥查德版本的 哥查德驱动器的 具体应该要等剧场版上映之后才知道 然后试一下Gabu的卡片 然后Gabu这边Huppa1的卡片 这边这些最终形态的卡片 我们来象征性的听一下 Gabu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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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音效也都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插上去的效果好了 当然刚才也演示过了 跟正常的DK多代把是没有办法联动的 这个卡还是反着的 正着插也不是不行 大概是这么样一个感觉 大家就看一下 正想联动的话 这边还是推荐拿Legendo的腰带来联动 来光明正大的水下视频 象征性的把这些卡的音效都听一下 看一下在雷阵多代把上面展开的时候是个什么效果 Gabu的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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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bu的卡片